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比基尼是什么呢? 比基尼一般指女性游泳时穿着的泳衣即比基尼泳衣, 由遮蔽面积很小的短裤和胸衣组成,也称三点式游泳衣。 比基尼的发明者是两位法国人,亚克海姆和路易斯·里尔德。 海姆是一位来自法国嘎纳的女服装设计师, 她设计了一种很小的泳衣,并为她起名为原子弹。 她雇了一架在空中放烟写字的飞机打广告, 在空中写道,原子弹,世界上最小的泳装。 三周后,机械工程师里尔德也用飞机在空中写道, 比基尼比世界上最小的泳装还要小。 泳装可以说是服装史上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服装, 而比基尼带给人的震撼不亚于原子弹爆炸。 直到20世纪50年代, 这种能体现人体雕塑感的服装款式才被人接受。 您知道了吗?